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 6月1日上午离开上海 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中国执行 在此期间 他会见了政府部长 主要电池供应商 并参观了特斯拉最大的生产基地 根据航班跟踪平台的数据 这位美国伊万富翁的私人飞机 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23分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飞往特斯拉全球总部所在地 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 自5月30日上午抵达中国以来 这位美国伊万富翁受到了中国公众的赞扬 但马斯克本人异常沉默 尚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目前对他与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的 对话内容了解甚少 马斯克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之际 特斯拉面临来自中国知道的 电动汽车日益激烈的竞争 以及对上海工厂扩建计划的一些不确定性 작写签等 电动汽车验 密尽 依 ideal